各位youtube的网友大家好 那一些老朋友可能会发现 这几天我做的节目怎么把评论管了 因为前面停了停更一个月的时间 我最近我就上来看了一下文昭啊 包括stone这些原来跟我大概 特别是文昭啊 跟我是同一年17年的时候拍节目 他现在已经是100多万的粉丝了 好可怕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题跟他们俩也有点关系 这几天调整 我是看stoneG他是把评论关了 因为我最近批评不是批评 就描述社会危机的时候 就是提到了这个问题 都是很现实很残酷的 去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所谓的白子运动 我也没有说这个事情 一般来说最热的时候我都不讨论 到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事情叫日子会越来越甜 这是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鸡汤文 本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在评论区发现了一些端谜 所以我即刻我当时我就说中国社会危机可能会爆发 因为那不是说去年啊 party在疫情这个管控上面犯了多大的错 对吧 什么什么问题做了多大的问题 而是人家发一个鸡汤文 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把人民日报骂成那个样子 90%的评论都是说啊 什么就骂得非常的惨烈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所以我想社会危机可能爆发就今年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植鼠围压 其实也是一个事件 你说这个事件本身有多大伤害 没有啊 那个鼠头又没有吃下去了 但是背后的食品安全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事件本身10块钱还是100块钱的伤害可能都不到 那一餐饭可能就是一二十块钱嘛 孩子吃的学生吃的 所以这是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危机的问题 所以这个太负面了 我在想 我这hold不hold得住这么负面了 我这节目还做不做 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 我想如果我一直更新的话 我压力会很大 那我就想先把评论关一段时间 我集中安安心心的做一段时间节目再说 那我也没有什么坏心思 对party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恭敬 对我们人类还是提升一个总财富 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我看到StormG把评论关了 我说我也关一段时间 好 我们说回文招 我看他的节目 我没有看很多 一年可能会看一两期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节目里我也不提他的名字 就是标题上面 免得说我趁什么乐度 没有 我就是说看到他提到一个诸神黄昏这个概念 这个倒是可以说一下 他当然他的角度是说 就是这个北欧神话 这些神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 其实他的隐喻就是现在世界精英城打起来 那么美国是自由民主的 那中国是专制独裁的 中国必败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很明显 大家老看我节目的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诸神黄昏 对吧 那这个词相当于说文招只是借这个影子 但是他提到的是装置的黄昏 就是说中国黄昏来了 中国精英城的黄昏来了 但我自己本身认为更倾向于本意 就是整个精英城都会出问题 就是诸神黄昏最后的结果是 各路神仙厮杀 然后世界沉寂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才有新的秩序 慢慢的诞生了 那我想我一直以来表达的意思 就是这个事业的统治阶层太腐败了 这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包括中国也好 从穷奢极欲 到坦平不干活 不管理社会 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 以至于俄罗斯还有单独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暴田天物 站着毛坑不拉屎 这个外星安岭 包括整个西伯利亚没有开发 这些问题 那这些我就不拓展说了 因为中美俄关系说的太多 再把细节展开 大家都被我落晕了 我就是大致说一下这几个事情 然后中美俄相互之间的猜忌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我是不是说 说的有自己相互矛盾的地方 其实我一直是偏向于一个观点 俄罗斯 中国政府也好 中国老百姓也好 其实打心里并不会很喜欢 只是美国现在压力太大了 那中俄现在不可能说真正闹白 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历史上曾经北宋犯过一个一模一样的错误 就是联金抗辽 联金抗辽的局面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这辽国他还是不错的 就是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然后这个金是比较小的 比较弱小一点 然后北宋自己的实力并不是很强大 所以北宋就觉得 是不是说先跟金朝关系搞好一点 那跟他们关系搞好一点 先把辽国特别是燕云十六州 就是现在的北京一带 那通过这种方式 把北面的辽国 就是蒙古这个方向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那后面金或者是后面的是清朝了 这边方向该怎么办 东北方向的外祖该怎么办 所以这里史学界有分歧 也有人认为是正确的 也有认为是不正确的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矛盾 就是北宋跟金结盟之后 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但最后的结果是 北宋这边的动作有一点迟疑 犹豫了 就是在攻击辽国的时候 犹豫不决 然后金觉得有一点猜疑 就是内心不满 到后期在燕云十六州归还给北宋的时候 这里也是有拘役不断的 就是大家猜忌是彼此不断 最后的结果是金兵拿下 造成了靖康之难 靖康之词 宋徽宗宋庆宗父子被掳走 掳到金国去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几百上千的 这种皇亲国戚飞瓶 全部一路拖过去 非常惨烈 这里跟三国的时期关系 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会发现实际上在三足鼎立的这种局面 跟现在这个世界是很像的 现在欧盟没有很强的战略自主性 那是跟在美国后面 然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国俄罗斯实际上这种结盟 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死板的 会随时变化 而且可能每五年十年会大变一次 每三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会小变一次 就比如说具体到人民币这么核心的利益的时候 俄罗斯快活不下去的时候 会来求人民币 美国觉得美元受到极大的威胁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 而俄罗斯跟中国的结盟 我们刚才说到的 北宋跟金的结盟 那还不是结盟 后期还不是会打在一块 大家的这种猜忌是不可能真正完全消除的 所以大家在互联网上看到 中文世界里看到的只是表面 中国跟俄罗斯关系特别好 前面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大致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中文世界里暗示 我说俄罗斯还是把远东地区全面开放 虽然不说把领土还给中国 但是经济上面全面给中国开放 这是必要的 很多人过分担心说开放了之后 开发好了 然后俄罗斯再抢回去 俄罗斯现在是没有实力的 开发好了 他也没有能力再要回去了 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说到诸神黄昏跟连金抗辽 这些历史事件中古今中外的史料 其实我作为一名理科生并不是很上场 没有这样的历史框架 但是在YouTube上面无论是袁腾飞也好 还是说文昭也好 他们确实是以历史见长 但是问题确实是我个人觉得屁股还是太歪了一点 就连为全人类着想的这一点的意识 都已经完全不考虑了 只考虑的到了都偏帮美国说话了 所以我觉得我就硬着头皮说一点 至于这个故事更多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关于中美俄 这两天我更新YouTube已经说的非常多了 我怕很多朋友听得很烦 又是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世界金银城腐败这个问题我也说了很多 倒是我想说另外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大明王朝1566 这个剧我前年过年的时候看还是大前年 但是豆瓣评分只有几万人 我挑历史剧翻来覆去 这已经是最多人看的 有评分又非常高 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了 二十多三十万人看 这几年比较火 那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海瑞 当时海瑞的身份 其实皇帝是很需要他的就是这种清廉的身份去 治理这个明朝的腐败问题 那这里我想说一个成型甲的问题 就成型甲我这两天刷到他在国内的大型的自媒体平台 又开始更新就抖音了 那他的事迹我想很多人可能知道 我补充一下就是他在巴东县 这巴东县是在湖北的西北部 恩斯土家族自治区 底下的一个下辖县 大概有四十万的人口 他在里面做了几年的县展 然后拉了几十名官员下台 可以说这种反腐败可能是正儿八经的 看样子没有看出有什么端 你说他是不是有自己也腐败 政治斗争失败了 可能是真正一位做事情的人 那什么意思 其实海瑞的这个作用在明朝的时候 我想这个嘉靖皇帝已经是 就嘉靖皇帝我们说已经是非常腐败了 他腐败是什么呢 穷奢极欲这一点皇帝可能都差不了太多 有的会比较解决一点 我说嘉靖最大的腐败就是我说的三点 不作为 他长期不上朝 明朝的环境都是这样长期不上朝 这些说起来还是 还是袁腾飞做律师老师的时候教我的 然后我看到他的 当然我的明史我也看了一些这一点 慢慢就了解更多 但最早这个说法我听他说过一次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们说整个party上面 我想密斯德奇先生本人工作应该还是情情绵绵 因为你毕竟你要录个镜头 那每天也挺麻烦的 要最重大的事情 台海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像嘉靖一样 那完全就不上早朝 那躲起来 那完全不会这样子 但是确实整个上层社会的话 现在社会比以前封建社会要更加复杂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 用传统的这种防腐败形式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压住 就我前面说这个茅台的价格 现在是还是接近三天 最近一两个月有下滑 特别是618之后 看到其他的白酒都崩了 跌了30% 那茅台也下滑了一点 但是他在世界 我想跟LV在这个世界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腐败 所以我不认可文昭他们的这种看法 就只有中国有问题 那美国就没有问题 那全球的LV那不仅仅是中国买的 中国就算买了三分之一 也仍然有三分之二是这个世界 其他的经营者买 特别是什么爱马仕这些 我们注意LV包本身不算是那么贵 因为很多一般老百姓会买一点 哪怕说一年两年买一个这样子两个 但是他底下还有其他更贵的 那这些奢侈品牌的话 像那种手表一个有 1000万美元的都有 那种几百万美元的这种手表 1000万美元的这种汽车手表 这些都是证明了 其实中国应该借助 我想说的是党外的这种力量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完全没有经过政治历练的人 完全没有经历过政治考验的人 比如说像自媒体 你说像文昭这些 那就能做好吗 我相信不可能 光经验你就不够 何况本身屁股都不知道往哪去了 别人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信任 对不对 这是包括说 别说这种在海外的 即使在国内的 你没有不是党员的身份 这都不现实 但是成行甲可以 他本身有执政的经验 而且有跟官员腐败的经验 而且在民众中民望非常高 最重要是他可以非常好的 利用自媒体这个平台 拿来干什么呢 告诉党外的人 告诉全国人民 告诉媒体界 party是愿意改革的 愿意做出巨大的改变的 愿意真正的刀刃向内 那这个样子呢 我相信他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中美没有当独治理世界的能力 都太腐败了 那可能文昭他们会觉得美国可以当独治理世界 像过去几十年一样 我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除非美国也能找到成行甲这样的人 然后先把他推上来 然后中国仍然是这么腐败 那么中国就会被美国压着 那我们中国现在有希望 至少可能我对美国没有那么了解 也没有我们中国对中国这么了解 所以我想既然咱们说要想方案 不要总是说负面 那我当然是有方案 办法都很 当然可能多数都是错的 我只能说做自媒体人聊天就这么聊 那我觉得的话 那成行甲这一类人吧 因为他有一个过渡 就是党内的政治投机 我们前面说到像这个资博 像贵州最近搞的春霸这些体育活动 这跟原来的主席 跟原来的这种创文创位双创都是不一样的 但他毕竟是党内还是束手束脚 但是而且他们跟公众的联系特别少 像这个资博烧烤的 这是叫什么小蕾 什么蕾的这一位市长 因为我的名字我之前做节目还记得 现在都不记得 因为他也没有存在感 他主要的权力还是来自于至上而下 对吧 那么你从民间收集来的权力 你不好真正拿出来用 你现在敢站出来天天 在市民面前招摇过世 在抖音面前招摇过什么不敢 但是成行甲先生可能可以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极大突破口 如果能够迅速的压制高层的腐败 把中下层的这种劳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把这种坦平的这种气氛把它给终结掉 那么我相信中国一统世界是有机会 是比美国机会要大得多的 之所以聊到成行甲之后 我是联想起来之前说到的 把权力给资本家 但这一点可能怕你更加不信任 觉得资本家那不是走美国的道路吗 可能甚至民间都不会支持 但是像成行甲这样的 他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获得民意 这实在是太完美了 就像当年海瑞被加进皇帝需要这样 好其他的就不拓展了 最近会跟的多一些 所以有想到的就再补充 想到一点就说一点聊一点 我想到像刚才提到的主播 一个光屏另外一个空屏很严重 要不然之前几万十几万流量 也是七八百一千条评论 现在几十万的流量 评论还是停留了几百一千 这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 就不用管这么多 又是别人骂他又商调 那有什么意思呢 先我看一下这个流量情况再说 好好更新一下 好这个短片我们聊着 好 谢谢大家